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怎樣? 過年吃東西吃到是不是很牛? 吃年糕是不是吃到已經夠了? 還是還有一頂年糕還沒蒸完呢? 不過我們今天先不要吃年糕了 既然大家禁止,不如吃一些健康一點 醒胃一點,但又不用煮那麼久的食物好不好? 今天就教大家請一個番茄咖喱魚 很快完成,我們馬上開始吧! 我們今天這個番茄咖喱魚選用了 Barramundi 還是Barramundi呢? 應該是Barramundi的 中文應該叫做盲糟魚 這些魚的肉較為實正 挺適合我們今天拿來煎 好,來吧 Barramundi其實是一個雪藏魚 最好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在之前那天放在0至4度的雪櫃 讓它慢慢解凍 之後才拿出來沖洗它 然後呢,你就要吸乾水 因為我們待會要拿去煎 如果太濕了,那就不太好了 OK?好! 之後我們有些不同的調味料 要攪一攪一攪一條魚 咖喱粉 煙燻的甜椒粉 厲害啊!粉紅岩鹽 哈哈 黑胡椒 OK? 拿一個碗,拿一個叉 然後呢,我們就把粉拌勻 好棒啊!這些電視節目都是這樣的 分開了,大家看得到我用了什麼 好, 接著拿一個大碗 然後在碗上攪拌粉 為什麼我要叫大家這樣做呢? 因為我怕你一會兒把粉倒在一些地方 就不太好 因為那些咖喱粉是很容易 就將你的砧板, 尤其木砧板 或者桌面掩飾 另外一個很厲害的就是薑黃粉 那些碗碰到的廚具就是染色的 怎麼洗都洗不到 好, 拌勻了 接著我們就撒一點點在碗上 然後我們就鋪些魚在這裡 接著再撒一點上去 你去將粉塗在魚上面的時候 尤其是皮那些就不要那麼大力 我就不想你刮爛些皮 OK? 另一邊也要攪拌 旁邊的東西弄一弄 盡量整塊魚都要沾滿一份 好, 那我們就將魚熱大概五至八分鐘 在這段時間我們就攪下別的東西 接著我們要預備一個刨 這些薄刨有很多家居店都買到 它的刀片就不能調較厚薄 但是這些日本式的刨 刨出的都是很薄的 接著我們要刨什麼? 首先我要刨一個radish 這個radish 基本上我都是用來整色做水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radish 那個捆了紅色邊是很漂亮的 好, 那你已經洗了這個 那我們就在上面刨 小心手 我是提醒自己的 好了, 基本上我只是想要少少這些圓形 OK? 接著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要醃一下這個radish 我們準備了少許水和少許糖 我們把白砂糖倒進水裡 攪拌均勻 接著把它們放在裡面 這些爛的不要緊, 把它醃一下 這個非常簡單的醃法 通常都是用來做沙律 即是點綴 但是又不想那個radish沒有味 於是你可以加些糖 加些水 有些人會加些醋 更加像一個濃熱的radish 非常之好用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好, 那我們醃好之後 就放在它一二角 好了, 還有兩個材料 你是要預備的 不過這兩個材料 非常之簡單 就是車尼茄和乳衣甘藍 這些乳衣甘藍 我是在超級市場買的 有些大的超級市場 他們現在就很流行 大家都想吃一些超級食物 你買一包 他們還要已經處理了肉 那就完美了 這個菜 接著還有一些車尼茄 車尼茄我選了一些有橙色黃色的 現在有些超市都是一杯杯的賣 有些人喜歡當是小吃的 是非常健康的 你可以買這些 一杯杯就有很多顏色 非常之方便 好了, 番茄我們要輕微處理一下 我們就把它切開一半就可以了 搞定 好了, 你要預備的材料呢 搞定了 我們可以開始煮了 好, 我們就找一個平底鍋 然後燒熱它 加些油 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想煎一煎魚皮 好 之後呢 我們就拿些魚 鋪下去 中火 用這麼多位 我們大概要煎幾久呢 我們大概煎它 兩至三分鐘 等到那個皮可以自己離開到 不是你勾撅 它都不行的 好 好了, 那個皮可以了 我們反轉魚了 嘩, 真棒 非常棒 看著都興奮了 好了 接下來要做些什麼呢 然後我們就要撒些番茄下去了 然後再要放些魚甘藍下去了 然後放些這麼多雞湯 然後拿回剛才那些葉粉 撒多羹在上面 蓋上蓋上 繼續中火呢 我們就煮它 都是三分鐘左右 OK, 不要煮太久 魚煮太久 就會太熟太韌 就不要吃了 OK 搞定了 好, 夠時間 關火 看一看 嘩 正啊 番茄已經煮好了 混合在一起 完美 好 這個時候 整色整水東西又來了 好 然後找一個檸檬 切一半 淋上碟的時候 再撕一下 放回檸檬在這裡 嘩, 英俊了 哈哈 吃得 這麼快就搞定 我們先試吃一下 做些魚 嘩 嘩 嘩 吃回皮 撕了 嘩 這麼臭 吃得好 咖喱味在這裡 然後有些番茄的酸味 令到我突然想吃了 當然 淋上檸檬上去 更加完美 嘩, 口口味 嘩 嘩 嘩 有機會呢 跟著來做一下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謝謝 下次再見 拜拜